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新年文稿 在文稿里,他承认勘乱失败,愿意向中共求和 但条件是要保存现现的宪法和法统,还有军队 否则国民政府势必周旋到底 这种有点像小孩子口气一样 你不和好我就怎样怎样的求和 和三年前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 发动内战时的硬朗底气截然不同 反观也是同一天,在平山县西白坡 毛主席也发表了一篇新年宪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里面说到,迎面而来的1949年 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 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 并且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 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随后,伴随着一句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打响的便是平津战役,怀海战役 共产党百万大军以催枯拉朽之势赶走了国民党 本期视频真史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曾经国民将领口中的赤匪土巴鲁 是怎么打扮战尽天时地利的国民党 这几天重感冒,声音不够阳刚 还请各位看官看在真史军拼搏的镜头上 点赞上口饭吃 在这谢过各位了 时间倒回到1946年 蒋介石凭借自己一身硬实力发动了全民内战 而他自然有自己的底气 这个底气便是老美 内战爆发前夕 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军事援助法案 这部法案也叫对蒋之有求必义法案 里面简单粗暴 没武器我来 没教官我来 没物资还是我来 基本上除了出人 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老美硬生生凭借自己的硬家底 让老蒋一个农业国军队达到了机械工业国水平 解放战争开始前 国军总兵力达到200万 空军16万人 海军3万人 而反观此时的解放军 细数几个爷也就只有一百二十七万人 一枚空军二枚海军 武器大多还是从日军手中缴换而来 所以国共开战就像是新手玩家对战满旗神装的大老 好像怎么打都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可结果却令所有人都意外 其实我们现在来用上帝视角深度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轨两军对战什么最重要 人数武器装备 No都不是 而是信仰 用朴素的理解就是知初有名 这是国民党败亡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在抗热战争时期 毫不吝啬的讲 国军确实很难打 各顶各的杀鬼子都要命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对抗外族入侵 抛头颅撒热血 没话说 可当八年抗战结束 好不容易到休养生息的时候 每个百姓都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 每个国军士兵也想回去跟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股结果眼上 蒋介石高喊着那句老掉牙的口号 为了党国完全不考虑人民和军队的感受 去全面发动内战 这就像什么呢 春节到了 辛苦一年的你 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回家好好享受几天 老板却宣布 为了公司这个春节不放假 请问你作为员工你心里爽吗 那反过来国军将士们心里爽吗 反观解放军这边 抗战结束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共商监国 本来已经商量好了 最后你却出尔反尔撕毁协定 因此在道德上你已经输了第一步 1947年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然后便在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这些被封建地主压迫几千年的庄稼人 终于在毛主席这里看到了翻山的曙光 所以在这一刻他们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直接激发出农民的革命热情 大量农村青年踊跃参军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后援基础 所以当两军对垒时 国军这边的士兵支撑他们的是一句 为了党国的口号和每月几块的军饷 而解放军这边支撑他们的是 为了人民的口号和民间有地众的好日子 因此当意志消沉的国军士兵 在稍微逆势的情况下大批投降的比比皆是 因为他们也想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翻开三大战役 解放军俘虏国军哪一次不是数十万人打敌 你要说国军没骨气吗 但是他们在面对日本鬼子时 可以跟你打到全体阵亡一步不退 而现在面对的同胞只是累了 不想打了 所以当为了党国和为了人民 这两句口号相撞时 孰强孰弱就很明显了 从1943年开始 中国的民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传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蒋家的天下 陈家的党 宋家的姐妹 孔家的才 简单的四句 把当时国民党权贵阶级分析的恨透彻 为什么说是蒋家的天下 而不是人民的天下呢 因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注定了国民政府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 其就成了某些人谋权的工具 蒋介石为了更好的加强党内控制 除了几个必要的司法部门做摆设 还成立了两个特务机关 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 中统和军统 这些机关成了蒋介石在党内排除异己的工具 像过去的锦衣卫一样 想要处置谁完全处于自己的喜好和利益 而他们做了一些勾搭 不用我说 大家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中肯定有所耳闻 当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混乱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不是民国 而是蒋介石 可是这仅仅只是前夕 如果说司法系统只是一身烂疮 那么政治制度就是恶性肿疗 抗战中后期 国民党为了挽回民心 把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军事上 基本忽略了政治上的治理 以至于在地方官员的选拔上 完全取决于上级的喜恶 他们只会关心这个人 是不是自己的亲信和忠诚盟友 和他的能力道德无关 这样的结果就是壮大官员苦了百姓 地方官员同当地的封印地主 勾结欺压百姓 霸占土地 讹诈钱财 凌辱甚至威胁生命 所以很多底层老百姓 对国民政府深恶痛绝 而且国民党的腐败 是从内到外的 如当时担任财政执税署的署长高炳法 长期挪用税款 囤积物资 甚至直接将公款存入自己的银行 被揭发后本来是要枪毙的 却因为有人求情而改成了无期徒刑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国民党后期基本上就成了无关不贪的地步 当时日本投降后 深陷沦陷去的百姓 刚送走鬼子 以为好日子要来了 可是国民党官员接手后展现的贪婪 更是毁掉了百姓们的三观 当时流行的这样一句话 判中央判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 从你人化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信仰问题 一个是腐败问题 就像一个人的斗志和身体 你的斗志没了就成一条咸鱼 身体垮了就是一条臭了的咸鱼 不被人民丢弃才怪 如果你非要再加上一条 那就是他可能忘了自己这条鱼 当初也是人民给捧起来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叫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